發放時間還沒到 鄭文廷服務處 集滿百位民眾來排隊 準備領取愛心蔬果 仔細核對身份 再將蔬果裝袋送給民眾 而這每一份愛心蔬果 全來自三星人士 大概要100以上 100以上喔 對對像這個苦瓜都要5、60塊 桌上百滿分好的蔬果 全都是最新鮮食材 市議員鄭文廷服務處 每週五固定發放愛心蔬果 三年多來 幫助不少弱勢和獨居長者 要保安吃的 我也保安一個人 對啊 這樣可以吃更多 這個愛心冰箱 我們的關懷戶 都是用力收入 或者是身心障礙等等的 弱勢之群 我非常感謝火菜市場的朋友們 他們知道我們在這個愛心冰箱上的 什麼是嚴謹的 同時他們也知道我們是真正幫助 需要幫助的民眾 所以他們長期以來不分你我 而且他們自動會輪流提供愛心物資 除了發放愛心蔬果 服務處特別請衛生局開來S光攝影車 讓民眾接受胸部S光檢查 什麼頂章喔 我們非常感謝衛生所 願意來到這邊來幫他們照胸部S光 讓他們的健康能夠早日發現他們是不是有狀況 如果有狀況我們就早點發現可以早點就醫 目前來說是你健保卡只要滿45歲的都可以做成健檢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衛生所有活動 那符合資格的話 最好都會來做一個篩檢 又是發放蔬果 還提供胸部S光檢查 市議員鄭文廷表示 希望這些官員戶能夠受到社會的幫忙 讓他們不會感到孤單 記者黃紹明 記者黃紹明